现在的LGBTQ都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爱谁关你什么事的范围 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在被迫参与 他们要求我们必须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称呼 他们给年轻人灌输变性的思想 让他们去切除健康的身体部位 而且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就是混迹在学校里 比如下面这一位朋友 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这一位是在高中里面教制造技术的老师 他在给学生上课的画面被拍了下来 放在了网络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学校任职的老师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挺着硕大身躯切木头的人 你看到他会觉得他戴了金色的假发 他上半身看起来是极其的不协调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患有巨乳症的女人 他是一个在衣服里面穿了巨大号假胸部的男人 根据学生们形容呢 他以前都是很正常的男性装扮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突然就宣布自己性别转换了 他不是男人了 他从此之后要开始做一个女人 于是他的装扮就改变了 他就开始往衣服里面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来上课 那他穿成这样来学校上课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皇帝的新衣这种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装太久啊 学校的学生终于忍受不了了 开始就在推特发文章说 学校里的孩子们当然知道 这不正常 但是现实情况就是 我们什么也不能说 去年的时候 这个老师还是一个男人 今年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觉得学校会开除他 我们什么也不能说 学生会这样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高中所在的地区校董会 近年来开始在学校里面 推广这些性别认同的意识形态 在2021年10月份 校董会就发布了 关于学校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指导方针 那这个指导方针里面就写到说 哈尔顿地区学校委员会承认 学生、教职员工、家长、监护人和社区成员 有权获得公平待遇 不受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 我们致力于为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 建立和维护一个安全、关怀、包容、公平 和受欢迎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包括我们的员工 认为自己或者是被别人视为跨性别的人 以及那些质疑其性取向或者是性别认同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也是学校呀 学校对来到这里的老师还有学生 难道就没有任何着装上面的要求吗 还真不是 着装要求的确有 但是只对学生提供了着装要求 董事会的守则里面就写着说 学生必须要遵守服装准则 你穿的这个衣服呢 是不可以展示性别歧视 也不可以展示粗俗色情这样的衣服 必须要防止学生穿着暴露 或者是暴露生殖器 或者是乳头的这些衣服 那很明显 这位老师违反了这样的规定 但是这个规定没办法 只适用于学生啊 不适用于老师啊 这位老师现在还是在学校里面教课 因为学校同意他这样的着装 以及性别认同 但是这个事情到了这里为止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 也是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 一个深入的原因 有位哲学家呢 叫做Peter Barkhashian 他在推特上面就发起了一个问题 他说 大多数人呢 对这件事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冲动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论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不应该继续在学校教孩子 这个呢还挺难的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起试着去思考一下 那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在为这个老师做辩护 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左派对于道德的认知 你为什么是保守派 你到底在支持什么 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件事 到底是对是错 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当我们看到这个老师是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教室里面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道德冲动都会告诉我们说 这样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教室里面的 但是为什么 如果从雇主的方面来讲的话 学区跟学校是支持雇员这样的行为的 雇主对这件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没有任何问题 对他们来讲完全OK 那么作为受雇的员工来讲 他并没有违反雇主的规定 也没有违反法律 或许这个人呢 他教课还教得很好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 他这个样子出现在校园里面呢 那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呢 那在这一个提问的推特下面 就有很多人热烈的参与了讨论 有的人说 因为他是一个变态 他这种行为呢就是在表现出他自己的那种自恋倾向 在迫使孩子们参与他的性恋物品 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变态在学校里面 还有的人说 这是直觉呀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你一看就知道嘛 任何男性这样做都不符合父女和儿童的利益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靠直觉来看到这一点 那还有人说 说这个人啊 他有精神病 这个人突然让别人面对自己这样的形象来获得满足 这是非常病态的危险的行为 还有人说 这人他就是病态 他根本就分不清男女的界限 那刚才我们说这些评论都对吗 都挺对啊 当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就会感觉说 他不正常 可能有精神病 那如果你在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你就会讨论到说 这种行为是某种癖好的表现 是对孩子的教育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但是在我看来 以上的这些论据呢 没有一个是可以真正打动我的论据 如果你说他是变态 是因为他跟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权衡是否正常的标准 就设置在人口比例上面 但是你要知道 这类人群现在正在快速的增多 今年二月份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美国有7.1%的人自称是LGBTQ 在10到15岁的年龄区间的人里面 每五个里面就一个自称是LGBTQ 那么当这一类族群的人口 发展到庞大数量的时候 比例可以跟传统婚姻一较高下的时候 难道他们可以因为人数比例的增多 就完全变成正常了吗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你把这个权衡是否合适的标准 放在时间上面 就是我认为他是变态 是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 那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你没见过 或者因为你孤陋寡闻 或者是因为科学时代在进步啊 我们处在高科技的今天 所以当今的人类都比较聪明 研究领域拓宽了 就发现了更多的性别 跟更多的性取向呢 那还有的人说说 哎我不用看别的嘛 我靠直觉我就知道这样不对啊 直觉这个东西都太主观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的直觉跟我的直觉 很大概率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你的直觉跟别人的直觉冲突的时候 你的直觉是对的吗 你是否可以说 别人的直觉就一定是错的 你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还有人说 这个人有精神病 你咋知道 你说这个人穿成这样 他没有精神疾病 他干不出来这种事 那但是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是没有精神疾病的呢 当然有可能 所以说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如果这些反对的因素 都是出于个人的想法 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 非常多不同的衡量标准 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感觉 来判定对错 那这个世界不乱才怪 但是这种思考模式呢 也是非常熟悉的感觉 非常熟悉的配方 因为这个就是 左派的思考模式 他们每一个人 都从自我认知的角度去出发 强迫别人接受 并且认同他的真理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 也是保守派跟左派 应该从最根本上面 区分开来的地方 也应该是基督徒和世界 从最根本区分开来的地方 就是思考模式 以及判断事物的标准 如果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认知 去做对事物的判断标准的话 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着环境的变化 随着认知的变化 种种原因都会使我们这个人改变 那么毫不意外 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一定会做出 类似左派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认知总是在变化 而且人的罪性 却在这个过程中 永远都不会缺席 那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就是 神的话语 圣经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不可摇动的真理 你不需要在意我的感觉 因为我的感觉不重要 但是这些永恒不变的真理 不是我的感觉 甚至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为什么这个人穿着是不恰当的呢 因为圣经生命记 二十二章五节说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 都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 为什么人的性别不能变来变去 为什么只能有两种性别 不能有一百种 因为马可福音说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难造流 那么为什么这些行为是不恰当的 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呢 因为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焰醉酒 不可放荡纵欲 不可纷争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死你 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有中立价值观的这位事 因为中立就代表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是对还是错 如果一件事不是荣耀上帝的 那就是羞辱上帝的 如果不是高举上帝的 那就是抵挡上帝的 如果不是教导我们敬畏上帝的 那就是教育我们背逆上帝的 没有所谓的中立 因为在上帝跟魔鬼之间 没有第三种力量 我们可以顺服 不管世界如何发展 将来汽车在天上到处飞也好 宗教学校 甚至教会 全部都被逼迫 要接受LGBTQ也好 或者是LGBTQ人群 在美国达到了99%的人口数量也好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社会文化如何改变 这一个永远也不会改变 也不可被摇动的价值观和真理 永远都在那里 如果你寻找就会寻见 愿意顺服 神就帮助我们持守 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上帝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边界 一旦被打破 那么其他所有的两性和婚姻之间的价值观 全部被打破 这就是破坏 以及不遵守神的创造和律法最直接的后果 因为标准一旦被打破 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标准 愿我们都持守真理 为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祷告 在未来面对威胁的时候 可以靠真理站立的位 也为耶稣网大学来祷告 希望他们可以顺利地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 赋予他们的权利 继续活出神的律法和价值观 也祝福收看节目的你继续持守圣经真理 继续完成神给你的护照 不要退缩 不要胆怯 继续走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命令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